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实上它是一个很好的食材选择 其实高粒菜里头第一个我们都知道它有很高的膳食纤维 另外它的维生素跟矿物质的含量其实不少 比如说维生素B 维生素C 甚至一个比较特别叫维生素K跟维生素U 它对于一些心血管问题啦 骨质疏松的 钙质吸收啦 它都会有一些间接跟直接的一些好处 另外还有一些矿物质 微量矿物质跟稳定神经的矿物质钙跟美 所以你会看到其实高粒菜它对我们身体有各式各样 你会看到不同的好处 就是来自这些我们刚刚提到的各种 巨量或微量的营养素所造成的 例如心血管疾病 保护骨质疏松的问题 保护肠胃道的问题 甚至维生素C的关系 这个让皮肤变比较好一点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膳食纤维 让我们饱足感高 所以可以有减重的效果 但特别要提的其实是最后一个 就是所谓的抗癌 为什么大家可能知道它是十字花科的蔬菜 但是在讲这个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个 我自己在门诊长遇到的一个病人 这是一个38岁的女性 她当时还找我们是做一些营养条理跟建议 那为什么她还找我们呢 是因为她其实在那几年内 被发现第三期的乳癌 所以后来她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经历了化疗放疗跟手术 全部做完的时候 她其实还找的第一个问题是 她其实是不明白 她觉得她的身体不应该会产生乳癌 她说她其实仔细想一想 第一个她家里问过所有的女性人 都没有人有这个乳癌的问题 第二个呢我们都说少孕可能有机会嘛 她生了三个小孩 而且她第一个很年轻就生了 那她身体她自觉她非常的健康 她唯一只有一个困扰 听起来很多人都有就是失眠 好那时候其实我们就帮她找了一些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呢我就帮她验了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环境锁化剂 它有一个指数很高 当时我们讨论出来才知道 原来那个是一个大家不知道的问题 那她有一个指数叫做PA1 就是这个硕化剂的名称是PA1 对叫做零本二甲脂类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很多人会认为环境硕化剂 包括说当时我跟她说 我们可能来找找看的时候 她第一件事说不可能 因为她身体很健康 她不用所谓的瓶装水 她不会在外面喝饮料 我就说没关系 我们来研究一下 那时候她其实 我们其实所谓的环境硕化剂 她并不是单纯的只有 我们一般讲的瓶装水 她包括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软化塑胶的 当然就是瓶装瓶装的东西 定香剂 也就是我们有一些香氛类的产品 你放在你的厕所里头让香氛 甚至我们去熏香的产品 甚至是你在洗洗澡用的这个乳 突浴乳 应该都有一点香香的味道 所谓的定香剂类 其实它也会有添加 我们所谓认为环境硕化剂的成分 那另外还有一些 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 是我们在有一些罐头 我们都会觉得罐头如果是圆形的 比如说它是银鱼你会觉得吃很安心 罐头的内层有一个涂层 甚至我们有时候弄的是纸杯 你会觉得纸杯没问题 其实纸杯的内层为了让它的水 不会漏到纸杯外面 它也会有个涂层 其实这些所谓的涂层 甚至是油跟水 要让它混合起泡的界面活性剂 它都会加入一些化学成分 而这个化学成分 目前其实会被归类到环境塑化剂 那当时它验到是这个的 属性的几个项目特别高 我们就来探讨 后来就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很多人失眠 他不想吃安眠一样 他会用一些自己的方法 那这个人他有一个 他自己的独特方法 是他用很多的芳香质量 因为芳香质量蛮有名的 那我说实话 我家里偶尔会用 真的会让身心舒服 所以后来我们讨论的结果 可能就是他的 用的某一些成分里头的 这个定伤的成分可能过多 然后长久 已经长达将近20多年 那为什么讲到塑化剂 会跟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高粒菜有关 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讲到 高粒菜一直很著名的 一个功效之一的 最后一项叫做预防癌症 其实我们知道 高粒菜是一个最好 在台湾摄取得到的 十字化科蔬菜 因为它的料理也方便 然后其实我几乎 一年四季都买得到它 它里头有几个成分 银朵跟这个 益硫瘤青酸值的成分 它其实我们目前 在很多研究都发现 它对于抗一些癌症 尤其是女性的癌症 甚至有些男性的癌症 其实是有一些效果的 所以如果假设说 你自己刚好 已经是乳癌的患者 或你其实时常的在接触 所谓的环境塑化剂的东西 我不妨建议你在饮食中 就多加些高粒菜 那我请教叶医师 这个高粒菜事实上 还有另外一个美称 说是天然的胃药 所以它显然 对于胃部的照顾 是有帮助的 是基本上高粒菜 大家会听过说 还有一个所谓的维生素U 那其实维生素U 并不是真正的维生素 那其实俗称 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 叫高粒菜筋 大家知道高粒菜筋 其实是有一些固味 是所谓我们天然的 肠胃药成分 它其实有一些 抑制胃酸分泌的效果 还可以加速胃的黏膜的修复 本身对溃疡的治疗 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在临床上 我觉得使用的效果 其实也不错 对于一些患者 如果有胃病 但是又很抗拒吃药的状况下 其实效果都还不错 我这里分享一位案例 他是一个60多岁的男性患者 他本身是因为 之前有优美感菌的感染 感染过后 经过我们杀菌治疗以后 他的胃虽然 优美感菌清除了 但是已经呈现所谓的 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状况 所以他的胃已经不健康了 三不五十就会胃痛 就必须拿胃药来吃 那就这样子吃 吃了十几年 但是他后来有一天去见诊 他发现 怎么骨质疏松很厉害 然后他就看很多报道说 胃药会造成骨质疏松 他就想说 那我这问题 是不是因为胃药造成 那我如果我不吃胃药 我痛怎么办 然后他就来找我 那当时我在想想说 的确胃药是有这个可能性 那我想说 不然你吃点维他命D 搭配一些胃乳来保护胃壁 这样也可以 但是他就觉得说 我已经不敢再吃药 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那我就跟他说 不然你就先试试看 每天都吃高丽菜看看好了 因为高丽菜本身 也是我们天然的胃药 会帮助我们的黏膜修复 后来他回去以后 这过两三个月 他每天都吃哦 吃完高丽菜以后 他真的觉得说 两三个月回诊以后 他说我觉得我症状真的改善了 不是那么需要依赖药物了 所以其实后来我们发现说 如果对于一些患者 如果不想要吃胃药 也许我们可以用高丽菜 来做一些帮助 那其实我们这里 跟大家介绍一下 像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 一个所谓的慢性萎缩性胃炎 为什么他会很重要 是因为说 他其实是我们所谓的 癌前病变的一个因子 一旦胃壁因出现萎缩的症状 胃酸分泌变少 对于一些我们吃进去的 一些细菌病毒毒性物质 没有办法用胃酸 去做进一步的一些分解代谢 就有可能会刺激胃壁 产生进一步的 所谓的肠上皮化身 上皮开始出现异状 那这个就是我们 未来的高风险因子 所以其实如果有 慢性胃炎的患者 其实我们应该要及早的 找出这些所谓的风险因子 加以治疗 并且用一些修复黏膜的一些 天然食物来做一些保护 才可以避免未来未来的发生 那接下来阿方老师 就要来分享一个 健康高丽菜好料理 那您关我 今天高丽菜会做两吃 一个是吃熟的 一个吃生的 那因为我要烧鸡腿 那鸡腿需要时间 所以我先把鸡腿下锅 然后再回头来介绍 我们家里面的高丽菜 那我就把这个鸡腿肉呢 放到锅子里面来 我刚刚已经开始有一点热锅 然后一点点油好了 好 我们的腿肉 这个因为有一点皮 有一点油脂 所以我们用的油可以少一点 我两只鸡腿我一只把皮拿掉 OK 然后一只 就是留着皮 对 然后这样子有一部分的胶质留着 然后多余的油脂我拿掉了 就这样子 好 然后我把它盖上来 就让它在这里面煎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介绍 高丽菜 好 那刚刚您关一进来就问我说 这颗高山高丽菜 真的 我给观众朋友看看 这个如果在传统市场 观众朋友看到它头尖尖的 然后这样子水滴状 就感觉是高山高丽菜 对 这个如果放在这边三颗 大部分的人就可能会买这一颗 对 就贵一点 那其实啊 这是如果在夏天的时候 那你可能这一个 它就应该会是高山高丽菜 但是在这个季节 其实它不是 它是一个品种的概念 它是雪翠 什么样的雪翠 这个品种叫高丽菜 其实是有分 那我们比较高丽菜 比较大宗的品种 叫初秋品种 也就是现在摆在这 对 就是这 就是这款型的 这种真的很常看到 对 而且这种好像比较平价 对 它就价格 因为我们平地比较多 天比较多 可是这个品种 它种在高山上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 不容易长嘛 对 对 那高山上天气比较寒冷 比如什么梨山 它就会长成像这样 所以我们梨山的高丽菜 就是初秋品种 会长成像这样 所以妈妈就会觉得 这样冠冠的高丽菜 就是高山的高丽菜 那所以 可是你到天气冷的时候 像那个过年的前后 这个品种 初秋的品种 它也会长成这样 而且还会长得蛮大颗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小一颗 这个大一颗 这个很明显大一颗 那其实你看起来 其实是形体是一样的 那你拍起来 有 都是这种蓬蓬的声音 对 那其实什么品种好吃 都好吃 但是两者还是有不一样 初秋的品种很细嫩 我们国人普遍是比较习惯 初秋的品种 然后雪翠的品种 它是一种比较新型的品种 比较脆口一点 那就是说妈妈 你在市面上可以挑 那当然这个就是会有高丽菜音 就是高丽菜收了 它旁边还会有侧芽这些 然后会再长出来这些 多出来的这些 也是一个维他命C 很丰富的营养价值的 这个赤金剂的菜 也在这个季节 就是我们讲 以高丽菜 它是一个国民蔬菜 然后农友 种植也很爱种 为什么 一年里面 它一定会有一个很高价 OK 天价 然后农友就拼命种 然后种到那个价格 大崩盘 对 然后最后要气收 常常会这样 所以妈妈能够吃 就大家尽量吃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好 这个常常生菜沙拉会看到 对 这个很硬哦 很硬 超级硬 对 这个是紫色的这个 高丽 高丽菜 通常它因为含有花青树 然后它的味道也比较重 对 就是跟那个甜菜根一样 那个味道就很浓 然后比较硬 那如果在家里面 妈妈抱歉 你就拿那个刨丝刀 对 那尽量再来就是刨薄一点 那细口一点 口感可能好一点 OK 对 然后可以想办法吃 那我现在鸡肉已经差不多 我先放下来 红烧好吗 然后烧了之后 我们再来做其他的料理 好 那现在我锅子里面 已经鸡肉开始有看到了 差不多六分熟 然后也有油脂开始释放出来 我可以利用这些的油脂 开始来爆香一点姜片 好 然后放一点点的小葱栗 好 放下来 然后有一点点的这个 胡萝卜 胡萝卜片 那因为胡萝卜跟高丽菜一样 它要有油脂带动营养 成分才能够吸收 所以我们早一点放下来 跟鸡腿的油脂稍微一起翻炒 好 然后我们今天的配菜 老师还泡了香菇 对 我今天要煮蚝油 蚝油风味 然后煮花菇 我煮花菇 那我把这个蚝油 在这时候已经有鸡油出来了 我就把这个蚝油放进来 好 我今天要用这个蚝油的蚝汁 来卤是不是 生高丽菜 吃它的原味 让它鸡汁到时候淋在那上面 好 高丽菜饭也很适合小朋友 我们这样慢慢炒半年 它这样半年竟然就可以 后来长了7公分 心里面有战动的中风 想说我要健康一点嘛 我就吃一些高鲜的食物 结果变老出血了 生日色蔬菜 我花十字花科 就会导致这种突然出血的情况 好 然后微微一点辣 如果在家里面是小朋友吃 你就不见得需要放辣 那广东人的蚝油是不会放辣的 但是我就是做一个 家常菜的风味变化 那干锅的时候把蚝油 在这边稍微的抹炒一下 让它酱香出来 对 把那个蚝油的香味炒出来 好 那我今天呢 因为是广东菜 所以我选择了花菇 那花菇跟我们台湾的香菇 不太一样的是 花菇比较难处理 它厚实 对 然后所以你不止泡完 我们泡完一般妈妈就是 生香菇切一切到锅里爆香 没有花菇要多一道手续 就是要蒸 对 就是要用 加那个泡香菇的水 一点点的酱油先蒸过 然后蒸熟了之后 这一个花菇蒸透了 它其实已经是熟了 然后这样子就直接放进来 这样它会更厚 厚 然后口感更好 然后更入味 对 已经入味了这样子 因为花菇不好烧 然后这样子它就会 等会吃就会有类似鲍鱼的那个口感 然后就可以烧这个鸡球 那这个水并不要多 然后我放一点点的绍心酒 好 这个是广东菜的黄酒系列 对 黄酒系列 好 那不用太多 这些酱汁 好 那这些酱汁 等会再贡献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胶汁 那我今天在煮这个鸡腿的时候 就要把我们现在很大 好吃的高中时的高鲍菜 好 那平常我们煮那个什么 高鲍菜红 白菜肉 之类是把大量的菜放下去煮得烂烂的 那我今天就要保留 比较大量的那个高丽菜的营养价值 妙了 所以我就改成菜放在这上头 好 然后待会盖上锅盖 蒸它手 对 改用蒸菜的 好 那我就是这样一杂一杂 掰开洗干净了 然后维持它原来的样貌 好 那刚好 这个平铺了我们的锅子之后 刚好锅盖可以让它盖上 盖满 然后就这样子来烧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 蓬蓬的没关系 好 那维持中火 就可以去烧这个鸡腿 好 那林冠你可以帮我打开吗 我戴个手套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一盒 对 来 看一下 这盒是老师前制作业处理好的两个高丽菜丝 对 林冠你可以靠近鼻子闻闻一下 看看有没有那个高的菜味 没有 对 为什么 因为我处理过 你怎么处理 哇 切细丝 那很怕的就是你过度的去泡水 那你就把它弄好放在这个盒子里面 然后白开水不要多 像比如这边我们就是半杯多一点点的白开水 你把菜放在里面 白开水放下去 然后盖子 保鲜盒盖子盖起来 你会发现你的水下去 那些菜就沉下去 然后你就摇摇摇摇摇摇 然后摇完之后 你就把那些白开水倒掉 再半杯白开水 第二次下去 再把它摇摇摇摇摇 再把它倒掉 然后呢 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少少的水 然后呢 你就会发现 再放它冰箱一个很长两个 它就会重新回来 就会膨胀 塞满你整个盒子 那这时候 这些菜 它就会把那些生味拖掉 然后把那个 仅有少少的白开水 它会吸得很干 那这时候 很干的这一个蔬菜 就会爽脆 它就会爽脆 而且会很膨胀 然后很脆口 那我记得 在我旅行的记忆里面 就是会有那个地中海 拿那个柠檬皮末磨一磨 对 然后呢 再来就是 这个挤一点 这个柠檬汁 然后再来 就是把那个 冷压的橄榄油 这样把它淋一淋 你知道去土耳其的时候 每天 每天都吃这个 然后呢 这应该是沙拉嘛 只有盐 没了 真的 它可是还真好吃 我不信 来 你逼我试吃 这样会好吃 真的 等一下有放盐了吗 还没 我先来放 土耳其盐这样子吃 还是因为他们吃的 土耳其烤肉太帅 还有什么 没有 对 就是美艳面包 对 然后就只有柠檬汁 然后只有冷压的橄榄油 然后我还没有加上 我今天为了 对 让你们觉得说 真的只有这样子 好 我看看 不过我觉得有的时候 饮食是一个平衡素 如果你真的吃一个重口味的东西 像我的时候 如果吃炸猪排 我真的吃一点高地菜丝 觉得是OK的 也不太需要很大的酱料 就平衡一下这样 我不是 但是我觉得口感可能很重要 是好吃的 很脆很好吃 它就没有那个高地菜 有一点让小孩子很讨厌的那个生味 它没有菜生味 对 然后我后来就觉得说 这样子有点 妈妈如果这样上菜 觉得好像那个高地菜卖不完 硬的上菜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就在家里面 我自己在做的时候 我就会变化 然后就是放家里面 有一点甜味的话 就用自然甜的 放一点葡萄干 对 然后放一点 烤一点坚果片 这样放起来 然后其实就让孩子 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化 然后这样子 就可以分小碗小碗 一个人 就可以吃掉一碗 生的高地菜丝 然后所以你在家里面 是可以很原味的去吃这个高地菜丝 我觉得生菜是在家里面 你会自己来处理 是一件很好的 那高地菜可能一般我们会想说 你要买萝却 那好 那现在这边就 这一锅 很清脆 对 你看起来好像觉得没煮 可是其实它每一个 都是 蒸熟了 整叠整叠 这时候已经都完全蒸熟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诶 妙了 可是它还没有很入味 它是一个蒸熟的高丽菜 对 所以你要用下面的汤汁 来让它灵溃 我们等一下再来灵溃 可是我现在如果拌下去 它就整个 你看它整个现在是已经蒸熟了 对 可是我现在如果拌下去 它很快就咸掉 风味就咸掉了 我现在除了这一页 它是 它是梗比较硬 比较硬之外 你看看我所有的在这菜里面 它已经脱生了 对 对 那我要全部把它拿完 然后待会我们的酱汁 就要这个变成来拌菜了 对 我现在要来收浓它了 好 然后我现在整个拿上来 那我的鸡球是不是也烧好了 是 然后高丽菜也蒸熟了 那这时候我就把豆莢 绿色大量的 绿色豆莢放进来 好 然后我们的一点点的 微微的玉米粉水 好少量的玉米粉水 让它的汤汁 待会容易挂上菜 微微 其实你现在下面这一盘 我觉得这样也可以上菜 这真的很广东菜 对 可是这边 它就是少了 比较大量的膳食纤维 然后它有丰富的酱汁 那你与其拿去搅饭 阿布鲁搅菜 我就搅菜 对 因为阿方老师现在也是尽量 这一个凤形 淀粉少量一点点 然后体重可以控管一点 对 所以就是我把我日常生活 例行的饮食方法 也多多少少就跟大家分享 然后这个就是 我把这些菜 然后放在这边 先吃这些菜 好 然后这边放上来 最后一点点的 这个香油提香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高丽菜其实很适合小朋友 我觉得这道菜真的是超棒的 然后我觉得阿方老师很厉害 煮这个鸡肉香菇 那个香菇吃起来真的是 我觉得那个味道 甚至都比那个鸡肉更棒 就很入味 而且它里面又有那个豆莢 对不对 又有红萝卜 颜色看起来又是很彩色 小朋友真的都很喜欢 而且我觉得这一道 这个凉拌的真的是很厉害 我刚才在吃的时候 我觉得它里面有那个杏仁片 就像在吃饼干一样 又有葡萄干甜甜的 小朋友应该可以快速的 把它扫完这样 其实那个高丽菜对于小朋友 真的是蛮不错的一个食材这样 然后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个 大概小六的一个小男生 来看诊这样 那他的那个 他就是班上同学都嘲笑 他是爱冬瓜就对了 就是他差不多快升国一了 但他身高只有136 然后我就问他妈妈说 他去年一年的长高的这个高度 通常如果一年长高高度 就是少于5公分或是半年少于2.5公分 通常都要特别注意 那后来这个妈妈就跟我讲说 他去年一整年只长了3公分 那我就问他生活饮食状况 因为现在小朋友 其实课业压力都很大 他们就是有时候那个功课写 写一写都写到半夜11点 就是这个小朋友 他就说然后他下课之后 他要去补习 补习班的中间空长只有30分钟 所以他就是中间没有办法吃正餐 他就随便买一个些面包啊 就是什么之类就塞一下这样 那就是通常这样的情况下 他饮食的时候 可能小朋友的时间就很不规律 就吃东西内容也不均衡这样 那通常我们在看小朋友在长高 有三个事情要注意 就是睡眠运动跟食物这样 其实食物是最重要 因为会吃的小朋友才会长高嘛 对啊那其实高丽菜很特别 他真的是很适合学泥的小朋友 因为我们终于说他撞筋骨 因为他在现在研究是说他可以增加 维他命D跟钙的吸收嘛 他其实针对长高啊 或是一些骨质疏松的人都很有帮忙 而且他可以填脑水 其实他对记忆力也会有帮忙 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如果假设要长高 真的是要多吃 所以我在家里我都逼我儿子吃这样 对啊那我觉得今天这个料理真的很棒 所以这个小朋友我们通常都会没有办法好好的吸收营养 这样怎么长高 我就给他吃一些 当然我们终于有些补皮胃的中药 让他一定要好好的认真吃东西 然后这个小朋友他就是一餐最后啊 他妈妈煮 我觉得有一个餐点叫高丽菜饭也很适合小朋友 因为就是他吃起来 小朋友喜欢这样拌饭又脆脆的 对啊然后我就请他妈妈就煮煮看 然后他就说他儿子啊这样一餐可以吃两碗 那就食欲就真的有开了 后来他在我们这样慢慢调半年 他这样半年竟然就可以后来长了七公分 他就持续在长高 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其实那个高丽菜又很容易取得 而且我觉得大众啊针对老小 因为他很脆口嘛 又软又甜又脆 我觉得真的就是小朋友有时候接受度也是非常高 那我请教一下王医师 刚刚讲高丽菜是食制花科的国民蔬菜 所以他事实上营养价值很高 那对于抗发炎呢或者是三高的患者要这一个控管好 三高的这一个血压血糖 血脂哦也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没错就是我想大家都知道说我们有三高病人 或血管不太好的病人呢 会建议说多吃一些就是说膳食纤维高纤的食物 譬如说特别是这些高丽菜 但是我要举一个案例啊就是她是一个六十几岁的女性 一个阿姨啦 然后她就是曾经有过中风 但是我想大家知道中风非常可怕嘛 那时候等于有很多后续的一些并发症 但后来就是当时去做一些检查 发现说她的中风其实是因为心脏问题导致的中风 其实大概心脏病引起中风大概五分之一 会有这种这种情况 那如果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是心律不诊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心律不诊分非常多种 大概有十几种 这种疾病呢 它其实介于良性跟恶性之间 良性就是说 有可能紧张焦虑 我们上节目紧张 或看到美女紧张 会乱跳一下 或睡不好会乱跳 感冒也会乱跳 这是良性的 那恶性是说真的需要赶快电脊治疗的 那这种心律不诊叫心防战动 它是介于之间 它可能当下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长久之后 因为我们忽快忽慢 血液的流速会变得慢 变得慢的时候 里面有些血块 血块会打出去 就变中风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就需要吃一些抗凝血剂 让这个血液里面 比较不要那么浓稠 血块不要挤在那边 才不会塞住脑部 好那我问你 我怎么知道 我是不是属于这种心律不诊的人 你知道江湖上 有一种人都觉得 我心飘风风跳 现在在不诊 怕中风了 这个到底是他自己有幻想 还是说当你自觉 你的心跳速度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要怀疑 你是这种人 对是 其实我常跟病患讲很简单 你可以自己去摸脉搏 特别是拇指下来这边 我们这边有一个脉搏 可以叫饶动脉 可以就是中理也是一样 就摸这个地方 其实有两条血管 但是我们一般是摸饶动脉 比较清楚 然后你看 你可以算算看 一分钟大概跳几下 应该要跳几下 一般大概就是60到90都算正常 大概70几就OK 但重点是第二个 要很规则 如果是忽快忽慢 那就不太对 我现在有摸到我的脉动 然后他应该是很有节奏的一秒一秒 没错 那如果忽快忽慢就不行 就不太行 那都要看是哪一种 那可能就是最好是要 要到我们就是心脏科门诊 来做一些检查 那当然现在有这个Apple Watch 对 他其实很厉害 他可以抓到就一串的心电图 对 有时候患者会拿来诊件 给我看 或印出来 所以就真的有抓到心房 战洞 所以你现在是在推荐 Apple Watch 我们没有置入 但是如果有人真的怀疑自己是心率不整的话 那他又不知道怎么监控的话 这也是一个方法 也是一个方法 就等于他监控他自己 可是他不会判断 他交给医生专业判断 没错 那就讲说 当然吃这个蔬菜是很OK 但我那个患者阿姨 他就是之前是中风 是这种心房战洞的中风 但是后来他想说 我要健康一点 我就吃一些高纤的食物 结果变脑出血了 对 就脑出血 后来我们就找原因 因为那个年代比较久了 将近八年前 因为那时候这种中风要吃那种抗瘾血剂 他很容易 就是说 稍微食物的影响 比如说稍微吃比较 深绿色蔬菜 花十字花科 就会导致这种突然出血的情况 那时候很麻烦 我们就要给他一张胃教表 说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到后来就 什么都不能吃 其实很难 那我刚才说 其实你就是每个都均衡饮 比如大家看一下 有哪些族群要特别当心 就是说这个高粒菜不能吃太多 就是比如说 甲状腺低下 因为会影响一些 这个点离子的一些载质 然后瘾血功能 有在吃抗瘾血剂的人 或是比较胃 比较容易脏气 可能跟肠肉可以吃做讨论 或是平常就吃比较少 你可能还是要均衡 但是我想现在不用太担心 因为在这五六年来 我们已经就有这种 新型的抗瘾血剂 健保有给付 所以大部分的人 不管怎么吃 其实不太会影响 那接下来我们龙师傅 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对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高粒菜它风味 比较有特色的 叫公保回锅的高粒菜 对 那主要呢 这个我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 我先教大家 怎么炒这个公保高粒菜 那里面先放一些油 那这个是这个花椒 花椒粒先下去 把它拌炒一下 你是颗粒下去 对对对 颗粒下去 对对 花椒一般的观众朋友 要在哪里买 中药房吗 在传统市场 或者是晾饭店 都可以买得到 花椒粒 那这个花椒粒 炒出香气之后 就把它捞出来 在我们锅内就是花椒油了 对对 真的花椒油 对 如果你觉得说 你要去买那个整瓶花椒油 来用来使用也可以 那花椒稍微 让它稍微把它捞出来 它会对我们身体的一些三高问题 其实有保护这种 多吃彩色的高纤维 其实可以防止未来的失智症发生 高液上其实还有一些像引朵 附近肠胃道的蠕动 其实是有可能去防止肠癌的发生 对肠道的健康是有很大的注意 那再来趁着这个香气还在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 好 干辣椒 干辣椒就丢下去了 那干辣椒就不要再拿出来 就让它有一点那个干辣椒 光保的香气 残留在这个油里面 好 干辣椒下锅之前 如果怕辣的辣椒籽 辣椒籽 对 辣椒籽把它去掉 好 那我这边今天用两个高丽菜 一个是刚刚有介绍高丽菜茵 那一个是像刚刚的那个高丽菜 切片然后洗干净 那像高丽菜茵 它需要很多的油去炒 才会软化 但是我这边跟大家 教一个小技巧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油 先加在高丽菜茵上面这样 一点点这样子 我们先让它食材挂上一点 先挂 对 因为大家会想说 公保这个菜色应该是很油腻 对 传统真的是很油 但是我们要让大家做一个 比较清爽的方式 这个稍微给它拌一下 好 那油等一下会渗下去 那我们先来炒这个 高丽菜茵先下来 我现在其实已经开始闻到 你刚刚那个花椒辣椒香了 对 对 对 这火不要太大 慢慢地炒就好 因为高丽菜它的芯的地方比较硬 对 所以你要慢慢地炒它 好 那再来就是 刚刚有拌这个油的高丽菜也下去 高丽菜茵 好 我们就这样子 然后加一点点的水下去 好 然后把它盖起来 我们现在锅子内的香料是很香的 很香 很香 高丽菜其实体积很大 炒完也是会大幅地缩水 好 一大锅其实师傅只有加大概两匙的水 水不要太多 然后还有这个蒜末一起下去 好 因为蒜末不要用炒 因为炒下去它整个蒜末很容易在底部就很容易焦黑 好 先把它盖起来 所以有点有水增炒 对 在家里 你没有办法像在餐厅可以大火快炒 在家里我建议你用这个方式 那另外一边来做一个回锅肉 那今天用的是猪松板肉来做 好 一样锅中里面先加一点的油 也不用太多 那再来呢 就是把刚刚像我刚才 松板 回锅肉就是有洋葱嘛 好 洋葱 然后像玉米笋 玉米笋 对 还有一个黑木耳 黑木耳 蔬菜 我会先下去炒香 好 那再来呢 就是今天的 我们的肉片 对 今天用 传统是用那个猪的五花肉 但是今天让大家吃了 吃吃看松板肉的味道 松板在这里要用炒的 要不要顺纹 逆纹切 其实松板肉要逆纹切 它的口感才不会 你顺纹切它太硬了 太Q了 那逆纹切才可以把它的那个 一些筋膜的地方把它炒断 对 对 对 那再来呢 我这里有一个回锅肉 就是很简单 它的调味就是 来 豆瓣酱 豆瓣酱 对 我们这个是单一的豆瓣酱吗 这个我其实是有用一般黑豆瓣 跟那个红色的那个辣椒酱去对 好 一般豆瓣酱是黑的 但是这边可以看一下 这个颜色稍微有比较不一样 那豆瓣酱就放在这个松板肉上面就可以了 好 如果我在家里要对的话 就是一般黑的豆瓣酱 可以对一点红辣椒酱 辣椒酱 对 就是说你豆瓣酱大概一 红辣椒酱也是一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再来就是酱油 好 酱油也酌量 对 大概一大匙的酱油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因为辣豆瓣酱会辣 所以你要给它一点的糖 好 酌量的糖 对 好 可以了 所以辣度这个跟风味自己可以微调 对 好 这样子 整个下去慢慢给它炒香 好 好 我们现在其实锅子内就可以闻到酱香了 对 好 那主要是要把宫堡的味道要去 在我们的高丽菜上面 那待会这个肉再放上去拌在一起 就是一个 你待会吃起来就不会觉得很油腻的那种 感觉的宫堡高丽菜 好 再来我们一点甜豆 然后我给它一点点的水 好 一点点的水 师傅我怎么判断 我右边那个铸铁锅内的那一个工宝高丽菜 它要花多少时间有点让它有水蒸炒熟 因为我们高丽菜它本身大概 它的体积那么大 它待会它水分会跑出来 大概有50%会不见 对 所以待会要等它这个旁边冒烟才可以 对对对对 要烟冒出来 然后里面就是很清甜它的高丽菜本身的一个水分 我们因为肉是那个切片嘛 切片 对 所以我们这一锅快要熟的时候 我们右边那一锅也快要熟 对 所以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说 你再可以把高丽菜 就因为高丽菜体积太大了 对 你没办法炒一锅 你就再分两边 好 那我这边要让大家稍微看一下 对 这高丽菜你看一下这个 高丽菜银也 这个真的很香 很香 对 然后宫饱的味道在高丽菜里面 你看它有点油跟水 对 它有点油水 可是它水量也不是那么大 然后油量也不是那么大 对 然后吃起来到时候又很脆口 所以我们左边的调味是比较重的口味 然后右边再平衡回去 这个 就会咸淡平衡 对对对 就味道都有了 就不会像传统你在吃外面那个 那个宫饱高丽菜 就感觉很油腻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把它这样放进来 对 然后稍微再给它拌一下 好 那就差不多了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不管是高丽菜 因为它里头是放了大量的蔬菜 以理论上的宫饱基金 它不是这样的组合 所以你会很担心说 会不会没有办法吃到 我们原本在吃那种呛辣 油那种感觉 就完全没有 它的这个蔬菜因为弄得很脆 所以它在吃这个脆口的感觉 跟那个呛辣的感觉 一点点都没有减少 公饱基丁的精髓 可是它在吃这道菜 跟我们过去 比如说你去吃快炒店的时候 你的心理负担就差非常多 因为它里头其实加了黑木耳 其实这个也是脆的 然后还有玉米笋 它还加了这个高丽菜 三个脆的东西 让整个公饱基丁的层次 跟健康程度我觉得都更高 那为什么讲到 其实这次黄师傅它加的 除了我们今天的主角 高丽菜以外 它加了很多的蔬菜类 我其实觉得蔬菜类 它真的会对于我们身体 有一些好处 那尤其是一些心血管疾病 除了心血管疾病以外 这些心血管疾病 在老年人身上 要小心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台湾 跟全世界都一样 我们都开始走向 所谓的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社会就会有一些慢性疾病 其中有一个 真的确实跟年纪最有关 失智症 那我其实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过去大家认为 失智症的观念是什么 就会觉得它应该是 记忆力退化 它应该就是记忆力变不好了 其实不是哦 不止 应该说不止 尤其是一开始的症状 通常它都是在中后期 家人回想才发现 它的记忆力好像有衰退 甚至没有这个症状 我之前有过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其实是 他的邻居建议他来看诊 最后被确诊式自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住在一个大楼里头 那在这大楼里头呢 大家这个老伯伯 他本身的个性是一个 很nice的人 就是他都会跟人家打招呼 然后跟着隔壁的邻居闲聊 就最近那个邻居就觉得怪怪 这个老人家比如说 因为我不知道他住在几楼 比如说他住五楼 可是他去按到别人的楼层 然后呢 那个眼神开始出现一些飘移 好像 好像在 好像那种看鬼片一样 是不是在里头看到了什么东西 那个眼神变得完全不同 甚至因为呢 邻居看到他按其他楼层 觉得怪 想要跟他讲说 你是不是按错楼层 就跟人家吵架 所以因为这些关系 觉得这个老人家 他从过去一个很好的老人 怎么会变成一个个性 好像有点 就是很怀疑别人 然后呢 记忆力好像也怪怪的 好像自己住哪一层都不知道 所以家人才带去看 最后被确诊为失智症 所以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失智症不单纯是我们过去认为 只有记忆力 这些行为也可能有关 那为什么失智症 跟我们今天的主题 高丽菜有关 甚至跟所谓的膳食纤维有关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的所有蔬菜里头 其实含有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 其实它会对我们身体的一些三高问题 其实有保护重 比如说稳定血糖 比如说稳定血脂肪 而我们的失智症 其实有两成的人 是来自血管性的失智 也就是它是因为一些 我们脑袋的血液循环不好 过去有中风 有缺血的问题 它会产生失智 那最高比例叫做退化 退化其实在我们过去的 很多研究发现 身体发炎 抗氧化容易让退化变快 那我们看到很多蔬菜 其实包括刚刚一开始 阿芳老师提到 大家不喜欢吃的子高丽菜 其实它的花青素 是含有比较高的 抗氧化成分 所以其实我鼓励大家 如果假设你 因为年纪大 大概每个人都会遇到 你多吃高纤维的食物 多吃彩色的高纤维 其实你看高丽菜头 两个都有 可能还可以防止 未来的失智症发生 真的 而且叶医师也要分享 这个事实上 生活当中跟饮食的过程 都可能累积很多毒素 那肠胃道的排毒很重要 高丽菜是协助我们排毒当中 很好的素材 我这里有一个50多岁的男性 他当初是来找我是因为 他去那个国健署的 那个粪便潜血检查 做完粪便潜血检查以后 发现潜血是阳性的 就说大便里面有带血 那他就很紧张 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 就赶快先到我门诊 到我门诊以后 其实我一看他的样子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他应该大肠里面 有不少席肉吧 有时候肠胃科做久都有面向 一看就知道 你的肠子大概长什么样子 那我当时想说 前几阳性当然要做 我们做进去以后发现 果然大肠里面满颗满骨 结石累累的洗肉 有大有小 大概十几二十颗以上 但是切除到其中有一颗 大概将近三公分 然后他外观看起来 二型二状 我就想说这颗看起来像癌症 后来我就直接帮他做切除 切下来果然是癌症 是原 不过幸好是原胃癌 而且切除的这个 这个伤口的部分是 边缘非常干净 其实是可以免去他一个大刀 内视镜就帮他治疗完毕了 后来我再跟他说 这个报告是癌症的时候 他非常的惊恐 那其实后来我就 我们就要讨论说 奇怪那你的状况 为什么会有这种大肠直肠的 这种高风险的情况 那我这里先跟各位 先分享一个案 这个一个风险因子 一般来说我们为什么会说 怎么会有这种患者 为什么会有所谓大肠 席肉大肠癌的面向 就是第一个年纪比较大 通常都是五十岁以上 四十五岁到五十岁以上 第二个没有做过内视镜的 从来没有做过大肠镜检查的 这种很有可能 本身有家族史的 可能你的一等亲 一等亲像是父母亲 子女这种叫一等亲 如果有癌症的 那加上说你的饮食习惯 最重要就是饮食习惯 因为他平常就是吃很多的肉 很多的油炸物 蔬菜吃的非常的少 那这种就是我们的西化的饮食 这种其实是很容易造成 一些大肠席肉的病变 加上他又有一些 轻微喝酒的这种不良嗜好 所以其实他本身 然后加上体重也略重 所以他好多风险因子都有 然后最最严重的 就是所谓的粪便前血阳性 光是这个前血阳性 你的大肠癌机会 一般我们统计 如果前血阳性的患者 有五十趴的人 是有大肠息肉的 其中五趴的人 是有大肠癌的 零期或第一期 所以其实光是这个状况 他就是高风险因子 后来我们帮他切除以后 那要我们就要卫教说 什么样才可以避免再度复发 其实后来我们就建议说 你应该吃高丽菜 蔬菜要增加 而且高丽菜要增加 因为刚刚西门医师也有提到 高丽菜其实含有一些像银朵 那其实在一些实验 显示说 它其实是有可能 去防止肠癌的发生 加上高丽菜本身含有 丰富的膳食纤维 它可以促进肠胃道的蠕动 然后更加这个消化的功能 不会便秘 最肠道的健康 是有很大的注意 经过这个我们的胃教以后 病患的接下来 就是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活 以后定期的最终大肠镜检查 我相信这个部分 可以分享给大家 可以未来可以减少大家 大肠的脂肠癌的风险 好 叶医师我请教你 所以你刚刚讲的说 大便的浅血 是一个很简单容易的检测 所以如果已经被确定 大便里头有浅血的人 就应该做大肠镜 对不对 那你刚刚讲 大肠镜下去 比较小颗的席肉 你们一般的医生 就顺便把它切掉了 可是他刚刚的案例是 他有两三公分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一般 就会担心说 他有没有扩散 或者他事实上 可能不是这个零期 或者是初期 就变成还要再做 比较专业的判断 没错 基本上我们看到大肠 肌肉一公分以下的 基本上就是比较基础型 我们叫做basic 基本的肌肉 简单的就直接把它做切除 就是边做 边看边切这样子 边看 就边做大肠镜 边切 边做边切 但是如果是一公分以上 我们就是advance的 进阶型的 一光是size 一公分以上就已经有夹在一定的风险因子 癌症的风险因子 然后我们也会看大肠 息肉的样子 它息肉 我们会转一个大肠镜 有时候我们会用一种特殊的 叫做NBI的光源 去看那个大肠息肉的表面 如果表面是规则的 相对来说都是良性息肉 就是切掉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表面看起来很不规则 甚至它还会自发性出血 什么叫自发性出血 你看得到它在出血 对就是说我可能还没有 还没有做什么事 它就光是只是冲个水 去把它黏一冲掉 它就开始剩血出来 这种血管丰富 这种看起来就是比较有可能是癌症的 像这种就一定要切得够干净 因为这种其实有可能是原胃癌 或者是一起的癌症 那通常我们会做一个 比较大方文广泛的切除 这样才可以用这种方式去 把这个整个病理标本 送去给病理科医师看说 这样我们的切的边缘干不干净 如果是不是癌症 如果是癌症干不干净 如果是干净的话 那病人就可以省去 要切藏这种大刀了 那其实对病人来说 帮助非常的大 好 谢谢叶医师的分享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都会PO在年代Match台 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跟Telegram的官方账号首页 同时我们的影片也会上传YouTube官方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QR Call 欢迎大家订阅跟收看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时间准时再见 谢谢